道歉也不被原谅的明星 他们到底做了啥 第一位 林心如 林心如可以说是很多男人心中的完美女神 因出演环珠格格污蔑周杰强行守稳 自己随口的一句话让周杰沉寂了二十年 虽然事后成亲 遍也于事无补 第二位 大鹏 早年大张伟参加大鹏主持的一档综艺 却被大鹏的经纪人恶意剪辑并发到网上 从此大张伟被贴上污点标签的艺人 演艺生涯从此断送 后来大张伟再度翻红 大鹏连续道歉七年始终不被原谅 第三位 纳英 纳英在歌唱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却目中无人 嘲讽刀郎的歌都只有农民才听 话里话外更是瞧不起农民 这也是纳英一直洗不白的黑点 第四位 姚迪 当年在娱乐圈何等的威风 可惜年少轻狂不懂得珍惜 却与有富之富的文章凑到一起 把辛苦积攒多年的好形象毁于一旦 第五位 陈冠希 陈冠希颜值巅峰时 真的是迷倒了万千少女 却因照片门事件 让一众女星身败名裂 事后虽然出来道歉多次 但依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第六位 成龙 成龙在娱乐圈绝对是大哥的地位 但婚后与吴启丽绯闻不断 甚至还生下一个女儿 事后解释说 只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第七位 王大志 王大志虽然有着差劲的颜值 但好在才华横溢 却与娱乐圈的女神董洁一起相拥共居小窝 惹得网友们很是恼火 纷纷留言让王大志放过女神 第八位 张纳拉 张纳拉是韩国偶像明星 印刁蛮公主在中国走红 但是火了之后就有点飘了 张纳拉说没钱了就去中国演出 因此在中国娱乐圈遭到封杀 后来张纳拉也是出面道歉 但是中国网友并不买账 第九位 杜海涛 杜海涛身为中国娱乐圈的公众人物 在2013年曾向韩国明星全智龙下跪 而真正令人们愤怒的是 他在某社交平台上怒骂网友 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上完 并晒出戴MLGB字样帽子的照片 和多张鬼怪照片讽刺网友 你认为他们谁最不值得原谅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